冬哥这时候也懵了 大清乐了 给你牛逼坏了梁徐总 我看这回你咋跑 我贤哥到了 李村和哥旁边 冬哥 小贤到了 没事 一会儿胖咋说 贤哥往前一来歪个脑袋 大清啊 贤哥到了 说没有事啊 大清一瞅贤哥 李电奇也是啊 贤哥 冬哥一瞅 什么意思 啊 两伙打一伙呗 小贤一歪脑袋 瞅瞅他 徐总 我今天什么话都不说 我就问你一句话 咋你盛洛兰的事 能了不 啊 能了不能了 了不了 怎么的 啊 怎么的 海波方便趴着一头 趴一上躺 方便一瞅他 怎么的 梁徐总 贤哥问你话 重说来 重说 了不了 盛洛兰不能白咋 贤哥 要不咱就干一下吧 我朝阳市人手 我不带跑的 也不带怕你的 行 去弄够手啊 可以 难关的 一喊难关 贤哥很少有喊的时候 但是这一时刻 小贤也是为了震慑 贤哥亲自喊的 难关的 啪的一喊 难关的身后一百多号兄弟 一百多个流氓的 大喊战斗力的死死的 一举手 贤哥 宽敞这帮兄弟都是 贤哥 给大庆都干懵了 哎 不应该喊清哥吗 怎么喊贤哥呢 说你看啊 这个气势哪人呢 哎 这个气势相当赞人了 说白了 一百四五十人 给你们六七十人围着的 你不秃脱 催牛逼 双方不能讲上 一旦要讲上 没人说话 这必然是大事 如果说贤哥跟这块 一喊完难关的 要说下一句 砍的来 给我干的 搁这江上 只能是出大事 但是你看 这一时刻 有人说话 更有人能看清这个局势 张红颜站出来了 拿把五连子 谁就逼帮我来 朝阳的 哐哐浪浪一回脑的 张红颜这句话 唠的很热 一瞅李村河 王老九他们 都跟着多骂枪 还要这个那个的 张红颜 末时指鼻尖骂的 怎么的 打我呗 更往张红颜咳一下子呗 他谁也不敢 那李春河牛逼不 是牛逼 最得瑟张红颜 红颜在长春 绝对可以 这种场面 除了张红颜能摆 没有任何人能摆 实话 朝阳的 逛逛往车上一伤 难关的兄弟 真没动手 方片 这块 贤哥 怎么让他走啊 啊 贤哥一百万手 让他走 眼见着 梁绪冬 筐筐上车了 他那会朝阳的 二十来台车 唰唠啦啦的 打宽城 开车往朝阳回 你敢这边 张红颜一抬脑子啊 贤哥 我张红颜欠你个大神情 红颜呢 哥啥都不说了 啊 哥不让你欠着我呢 但哥也不欠你呢了 贤哥 谢谢了 还不让啊 贤哥 带大伙走吧 回南关 匡唐这一百万手 一百多号兄弟 往车上光光这一上 坐着贤哥这边车队的车 开始往南关回 两伙人都撤开了 张涛往过一来 瞅瞅张红颜 红颜呢 咱这事办的 值得吧 说你看 咱到底向着谁啊 是向着贤哥 还是向着梁绪东的 咱们谁都不向着 我跟你说实话 张涛 我张红颜没办法 我下不了这个狠心 我既不想大庆挨打 我也不想贤哥打绪东 就如果是大庆跟梁绪东 他俩个这块恰的话 我是完全有能力 我拿把枪往过一横 谁也不敢动手 但是小贤到了 贤哥到了 我怎么能把枪对着贤哥 我没办法 我张红颜混这一辈子 我混个异字吧 咱们也走吧 红颜这话说的最实在 我混这一辈子 我混个异字 真是混个异字 张红颜绝对他们异气 就是满长春来说 谁都没有张红颜讲异气 这是真的 你就把小贤找出来 他都没有张红颜讲异气 贤哥是讲人 讲人意 说我心挺软的 哥们有事我绝对啊 说白了 有求必应 这么个感觉 张红颜是讲异气 真讲异气 跟我好全是我兄弟 不分保候 全是我哥们 两种感觉 梁绪东是啥 梁绪东就是狠 你惹了我 谁都不行 我就干死你 或者干残你 东哥是这性格 你像大庆是什么 大庆是连鬼头在狠 心狠手浪 等这几伙人一散回去 大场面的事是散了 小贤坐上车 都没走多远的 梁绪东给大庆和小贤 分别打了个电话 先是给大庆打过来的 梁绪东直接就说了 大庆 我他妈梁绪东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大庆 今天如果没有张宏言在 吹牛逼我打死你 你少说那没用的 今天如果张宏言没在的话 你试试 南国宽城不废你啊 你他妈打你自个儿当啥呢 余永庆 咱俩事没拉到 从今天开始啊 你给我告诉你宽城的兄弟 不允许他们进朝阳 进朝阳一个我打一个 进朝阳一个我废一个 听不听见 你吹牛逼你试试梁绪东 那就试试呗 你听好了梁绪东 你不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我看看啊 你们朝阳的兄弟 如果赶进宽城 进一个我打死一个 咱身上见 啪叉就给撂了 梁绪东给大庆打完电话 没事给小贤打电话 啪这一杠过来 小贤 梁绪东 你说吧 怎么意思 你听着啊 小贤 从今天开始 朝阳跟你们南关 咱们分帮分伙分派了 听不听明白 虽说都是长存 我跟你俩不是一个派系 听不听明白 只要是你南关的进朝阳 任何人来 来一个我废一个 这话你说的 我说的 你是真他妈把朝阳 当成你自个家了 行 梁绪东 那你听好了 我今天告诉你 只要是你朝阳的兄弟 赶上南关来玩来 只要是我们抓住 抓一个就砍一个 事上见 小贤 咱俩没拉到 我非得和你们逗逗反复可 来吧 啪叉这一撂 真结仇了 这种事还不结仇吗 说你看 梁绪这人一分开 全告诉自个手下兄弟 因为你看 贤哥他们大伙都回来了 全齐聚金海滩 贤哥也说了 听着点 二林的杀气大伙都挺 贤哥 从今天开始 只要是在南关区 发现朝阳的小孩 发现只要是梁绪东的手下 提梁绪东都不行 直接给我砍他 大伙一听 你放心吧贤哥 这你看贤哥把命令传出去了 这边大庆也是 告诉手底下兄弟 许超大柱子 李练锡全说了 听着啊 以后只要是在宽城 发现梁绪东的兄弟 只要是他手下 手底下小孩 到宽城就给我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